伟儿 若林导师 玉儿 怎么样了 二哥还没醒过来 昨晚向炎哥哥一夜没睡 一直为他疗伤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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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子 我还以为等不到你了 二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小家前移到墨铁佣兵团的头两个月中 倒是一气平静 二哥 云蓝宗的搜寻 也并未扩展到边境出来 那天晚上 正是墨铁佣兵团的环境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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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来 这边这边 大家就安心待在墨铁佣兵团 来 干杯 今晚无罪不归 无罪不归 来 这边是 大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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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个 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 别开点 快 快过来 大家小心 什么 什么人 小天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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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这 这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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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可让我好找啊 动手 你们 远兰宗的人 要对我们肖家赶尽杀绝的 还能有谁 你们说是 那就是吧 小鼎 小力 我把二张老拖住他们 你们立刻带着大家逃出去 快 走 大长老 也惨造毒手 云兰宗 云山的老贼 要被我们肖家 赶紧杀绝 小炎哥哥 你要去哪儿 为加玛帝国 我要云兰宗所有人陪葬 小炎 你给我站住 我拼着这条命 万里迢迢过来寻你 可不是让你跑回去送死的 你现在 能杀得了云山马 这血丑 必须得报 你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但不是现在 小炎哥哥 小家如今遭受大难 除了你 还有谁能挽救 你若出师 如何与萧叔叔交代 而且 这件事 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 那夜拒杀我们佣兵团的 除了云兰宗之外 还有一名神秘人 他是一团看不见容貌的黑影 武器 是黑色铁链 他的铁链在黑夜中 没想起一次 没有 比如有一名族人 被尸牌身体拖走 看他们的举动 不像是受屁而杀人 反正像是 在寻找什么东西 黑影 黑色铁链 为什么他们会盯上小家 小家与他们 没有半分瓜葛 我们并不知道 他们究竟要寻找什么 但是大长老在死前 却让我和大哥转告你 务必将家族之余保存好 绝不可落入外人之手 原来他们的目的是 驼舍古地狱 大哥和其他族人如何了 我们一路被追杀 今天西奥甲是凶多棘手了 我来拖住他 快去通知三弟 大哥 记住 我们可以死 但三弟不能死 大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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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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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啊 啊 哎 啊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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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动他们 还要问问我海波东答不答应 大哥虽然身受重伤 可在海老的帮助下 也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随后 大哥和残存下来的萧家族人 便是在米特尔家族的偷偷庇护下 转移到了云兰宗的剿杀范围之外 海老的这份恩情 我们萧家定要铭记在心 如今 莫提佣兵团 几乎是全军覆没了 萧家也元气大伤 实力不复以往 只能苟延残船 二哥 这血仇我会报 自然是要报 云兰宗将我萧家 逼成这般模样 若是不杀了那云山老贼 怎对得起几位长老的拼死相互 萧丽堂哥 我父母可还好 你母亲还好 可 伯父在战斗中 断了一条手臂 萧儿 我想知道那所谓魂殿的一些信息 以你的家族背景 想必应该听说过 魂殿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 二哥刚刚所说那些黑影的攻击方式 与我曾经偶然遇见的魂殿中人 几乎一模一样 我想 他们之间应该脱不了干系 魂殿 是大陆上一个极为神秘与诡异的组织 正如萧与哥哥所见 他们在斗骑大陆到处请纳灵魂体 至于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我也不清楚 如今 魂殿对萧家下手 怕是与萧严哥哥手中的 驼舌古地狱有关 我想他们应该是知晓了 隐藏于这古狱之中的什么秘密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 云兰宗竟然和魂殿有所瓜葛 又是该死的云兰宗 萧严哥哥 若是当年不与拿来燕燃定什么三年之约 恐怕也不会连连的家族破败 情人失散 人不轻狂往上远 萧严哥哥并没有错 就算萧严哥哥与云兰宗没有冲突 那魂殿为了古狱 迟早也会找上门来 正如二哥所说 如今身为萧家支柱的你 若是倒了 萧家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 便是让自己彻底变强 我明白 谢谢你 薰儿 云兰宗 萧家的血债 日后我要你们百倍偿还 和云兰宗 你们百倍偿还冒 日后还冒 顺利晋级大多事 小炎子 多亏你这段时间精心为我疗伤 我不但完全伤愈 还顺利晋级 二哥见外了 小炎子 我 想去黑角域 二哥 为何有此异想 黑角域不愧是大陆最混沦的地方 来找你的路上 差点就把小命留在那里了 不过 那里的氛围倒是很适合我 没有任何规则 我可以在那里 无所顾及地建立一些东西 就因为黑角域 是没有规则的地方 所以 它也太过混乱 放心吧 怎么说 我如今也是大斗师了 而且那种地方 又不全都使用 再加上 有轩儿送的这两套雷电属性的 斗器功法与斗技 就算是寻常四五星大斗师 也奈何我不得 薰儿 这么好的姑娘 你可别辜负了人家 看来二哥决心已下 那我也只能全力支持 二哥你这几天 还是先暂留一下 我再给你炼制一些丹药防身 那自然是好 二哥 这给你拿着 在黑角域应该用得上 这是 这枚戒指中有一小撮一火 危机关头 能用这一火杀敌逃生 小鞭子 这些足够了 放心吧 你二哥 可不会逊色黑角域的那些杂碎 二哥保重 若是有事 随时来找我 好 我会随时让人送信给你 让你知道我的行踪 使用 小眼子 这一切 我都不会让你独自承受的 小岩哥哥 不要太担心了 以二哥的性子 肯定能在黑角域中 有一番作为 薛儿 谢谢你赠予二哥的那些功夫 小岩哥哥 还要与薛儿客气吗 我们也该回去了 强榜大赛 只剩二十五天了 这一次 必须进入前世 我来向你挑战 这是小岩在打败白城 取得强榜第三十四号 第一次公开举手挑战 大家都愿愿欲试要挑战 你说大城是不是找最深 不过强榜大赛吧 还不如 我去给你 还不如 你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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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只要我们还在 萧家就永远不会倒下 大城 我拼了 我拼了 你拼了 我拼了 你拼了 你拼了 我拼了 以强者为尊 公平与正义 需要实力来衡量 哪怕前路不满惊奇 萧家子弟也会迎难而上 永不退缩 侍卫萧家 讨回公道 还有谁 看来有资格进入到第六层修炼的学员 确实是少数 来 你们看后面 二星斗链 什么时候这种实力也能进入第六层啊 就是 内院开始教育老奸了 有 看来你在内院的特权还真不小啊 居然凭借二星斗链的实力 便能进入这第六层 不知道要献杀多少旁人 林彦大哥 你是我林彦的兄弟 若有人找你麻烦 你便叫我 好久没动手 骨头整天发痒 多谢了 骨头痒 那便去找柳晴大哥玩玩呗 正好 他也在这里修炼 他叫姚胜 是猎山帮的医院 对那柳飞 有着几分念想 别看他这副德行 如今至少也是七星斗链 强绑排名十七 实力比白城还要强 我说哪来的骚味 原来是姚胜啊 别承天拿柳晴说事 若是构肯 我陪你娃娃 你也就现在 嚣张 等到了强榜大赛上 可有你们受的 别以为打败了不入流的 土鸡娃稿 就能称霸内院 若非柳晴大哥 让我们这段时间不可节外生枝 若你不服 可以随时发起挑战 说得好 怕他个鸟啊 早就答应飞儿 要好好教训你这混蛋 既然你如此嚣张 今日 你就怪不得我 自当奉陪 小妍 打翻这个混蛋 看他还敢不敢得瑟 我 小心点 这是你家伙的独门水席斗技 幽晴水币 就算你知道了我的招式 又能如何 那可未必 你 这家伙的水属性斗技 竟然有着一些不实效果 若非有一火暗中化解 恐怕要吃不小的亏 嘿 小爷 干得不错 这几时热身 有什么好得意的 走 给我住手 柳青大哥 我说过 现在以修炼为重 有任何恩怨 大赛中解决 小颜 我在强绑大赛等 不过拳脚无眼 到时 生死各安天命 小颜是我招的人 谁敢动他 原来是紫颜学姐 喂 谁欺负你了 不是跟你说 有麻烦就找我吗 一些小冲突而已 我自己能解决 别以为不用我帮忙 以后就可以不给我练脂当晚了 放心吧 答应你的就不会反悔 你真不要我一巴掌把那天会打飞吗 好了 今天的事情到此结束 有任何恩怨打赛上解决 那里是最公平的地方 去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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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紫颜学姐 怎么回事 不要死到魅惧了 走吧 走吧 散了 散了 我也走了 回头见 此处的星火能量好精准 此处的星火能量好精准 在这里修炼 速度能提升好几倍 这里就是我修炼的地方 那些家伙几破头都想来这里修炼呢 这一次我就借给你哦 各个意思吧 谢了 这瓶丹药 你先拿着垫垫住 等我修炼完了 再帮你炼制 嗯 那你快点啊 嗯 你呢 太命能量 怎变得如此狂暴 把内所有全员注意 立刻离开天坟练祭堂 这他内能量暴躁的许多 定是一位弱心人的人物 不是说 至少还有几个月才会暴动吗 难道时间提前了 看此情形 这还不是真正的暴动吗 小子 安全期间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这边 这边 怎么回事啊 定期怎么着放 疫情从来没有见过 还是赶紧出去吧 各位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开始修补封印 小红剑接界 走 小园 怎么还在此逗留 快出他 知道了 学生马上就走 小姐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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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小姐怎么回事啊 重新开放前 任何学员不得入内 不知道内院的长老 能否压制住 否则 怕是现在就得动手了 只是仓促之下 怕是成功力并不会多高 放心吧 这次暴动并不在很强劲 并且这些长老也并非省油的灯 这陨落新年想要突破封印 还有些困难 现在暴动 正在逐渐减弱 看来长老们的风 已经起作用了 那我就放心了 这位学员请留步 这位长老是有事找学生吗 刚才炼气塔内的动静 你应该也感应到了 我要是回答感应到了 不会被杀人灭口吧 你应该便是硝烟 据说异伙之间会相互牵引 你能够感应到炼气塔中的异状 应该也是你体内异伙的缘故吧 不仅知道我拥有一伙 还知道异伙之间的作用 学生确实能感应到一些 不过这天坟炼气塔 似乎有一层特殊的封印 到了塔外后 感应就变得期待了 不用紧张 我并未有问罪的意思 只不过想要提醒你一下 塔中之事不要与外人提及 学生保证此事 定不会传于第二人耳中 久闻小有的事迹 如此年纪便能够掌控一伙 真是后生可畏呀 对了 不知长老明慧 我名苏谦 卫练内院长老之首 原来是苏长老 施敬 不妨是 硝烟小有 实话与你说吧 如今我们虽能勉强维持炼气塔的封印 可这并非长久之计 老夫希望小有能在日后 铸上内院一臂之力 苏长老 以诸位长老的实力 尚不能如愿 学生这小小的斗灵实力 能有何作用 拥有一伙的你 不能以寻常实力来估量 不用担心 若届时你也无能为力 我自然不会强求 好 到时候学生 定会尽力而为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倒是放心了 若你真能协助 我内院也绝不会亏待你 小子先谢过大长老 我想要陨落星炎 你能给我吗 小姐 族长大人也是隐约猜到了 您和萧嫣少爷的一点端倪 一个月之后 族中就会有人亲自过来接您回去 萧嫣少爷哥哥 萧嫣可算找到你了 萧嫣少爷哥哥 你消炼回来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这段时间我忙着修炼 没怎么陪你 萧嫣哥哥 我们好久没像这样 跳往星空了 是啊 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 只能前进 不能 也不敢停下 就像茫茫黑夜中的他们 即使耗尽最后一丝萤火 也要追寻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 不过 今后的路有萧儿你陪着我 就再也不会孤单了 若是小姐执意留在其身边 她会引来家族对萧嫣少爷的不满 绪儿也想一直陪着萧嫣哥哥 逆子 有流星 听说对着流星许愿 就会梦想传真 我们也试试 萧嫣哥哥 虽然会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你 这是 打开看看 好漂亮 我给你戴上 跟我想象的一样好看 谢谢你 萧嫣哥哥 傻丫头 对了 对了 día spiritually 前十的名额 我硝烟要定了 硝烟哥哥 这场大赛 可比内院选拔赛水平高多了 看来这次得全力以赴了 不然想要进入前十 还真不太可能 小盈哥哥一定行的 我行不行还不敢肯定 不过你一次上的话 想必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是啊 薛儿有实力却不上 真是浪费机会 期待啊 看这儿看这儿 好期待啊 萧嫣 希望我们 别在大赛一开始便撞上了 那样的话可实在有些尴尬 林学长可是强绑第二 如是开始就遇见 那也只能说是我倒霉了 那可不见得 对于你那速度 我可是心机得很难 以林修衙的实力 竟会忌惮消炎的速度 是消炎什么实力啊 难道也极为恐怖不成 前几日 我们又去了深山 这次可如愿了 别提了 那畜生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一见面就开启狂暴血脉觉醒 若不是我们跑得快 恐怕连大赛都参加不了 合不到就算了 反正 只要能进入强绑前时 便能够到天坟练起塔底层 接受本源星火断体 到时候 你们也能够借此 踏进窦王级别 希望如此吧 听说你在塔中 又与柳芹那帮人有了中途 他们在墙榜上 有着不少用盒 若是在比赛上遇见 你可要小心点 这天我等了很久 希望这次 你运气能好点 就是这女人当日打了我一巴掌 你若想要我给你机会 就必须给我出这口气 香妍 自己的女人可得看好一点 不然的话 我不建议帮你管教一下 这里不允许动手 不过赛场上 我会帮你讨回来 既然人已到齐 那么内院强绑选拔赛 正式开始 下面桶中有二十五个蓝顶签 二十五个红顶签 票数都是一到二顺数 颜色不同数字一致的两个人进行对决 接下来十人一组上台抽签 快看 是霸枪柳琴 这个霸气欲强满的灵力气势 恐怕整个内院也只有她能具备了 形容章 没夕了 是霸啊 可是霸枪是霸啊 你们2个人能够 怎么上去的 不知道 我看了个个没看见他的身影 这个速度也太恐怖了吧 踏着身法等级不低呀 这个小家伙怎么会风雷阁的不传之计 这个小女孩是谁啊 她也来参加乘法大赛 你来参加乘法大赛 开什么玩笑 这么小个丫头 吃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丹药要吃完了呢 知道了 在死之前 我要提醒一下 大赛意在锤炼 而非拼生死 还望下手时 掌握好分寸 这老托可真啰嗦 我先去抽签喽 这老托 公主 鸿李十五 我 这是 你抽到和柳琴相同的住签 蓝笛 十五 该死的混蛋 没想到萧颜哥哥的对手又是白城 这家伙真是隐魂不散 手下败将罢了 那家伙对你怀恨在心 虽然你不拒他 可也要小心点 第一场比赛 十八号对战 全手上台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不知道 我的对手将会是哪位强者 没想到我的对手绝是个小屁孩 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看来这次我又冷静极了 小妹妹 放心吧 可可我会手下留情的 喂老头 可也开始了吗 开始吧 记得手下留情 莫要伤人心意 大长老放心 我自有分寸 小妹妹 虽然我会手下留情 但你也一定不会好受 毕竟 我可是强绑排名第三十三的强者 废居 哎 这是哪来的极品呢 好蛮横的力量 能有这样的力量 恐怕真如老师所言 此言 是一种罕见的上古异充 一拳套哦 剩下得骗他自己的抗打能力吧 是吧 这场比赛 子言胜 找到你了 你下手还真狠呢 嗯 有一次 我看见他打胜一场比赛后 居然当众嚣张地说 下一个要打败的就是你呢 这些事 我自己能解决 你可以不用拐的 哎呦 不帮你的坏 你就不会给我炼制好吃的丹药了 现在我帮你叫醒了你的家伙 你可是欠了我一个人情哦 好 算欠你人情了 萧炎兄 没想到 你和子言学姐这么熟 学姐 原来是你啊 上次比赛跑得可真快 哎 这比赛可真无聊 你们玩吧 今天看来 却没有我的比赛了 萧炎兄弟 和子言学姐很熟吗 还行吧 那就拜托萧炎兄弟和他说说 如果在赛场上遇见 拜倒是无所谓 不过 能不能别让我输得太难堪 等见面了 我会帮你说说 大恩不言信 第二场十五号 终于轮到我了 萧炎 这次就算拼了命 也要让你失去争夺前世的机会 萧炎和白城 这两个家伙又碰一起了 真是原家路长 这可有好戏吧 第二场比赛开始 这白城 好像变得比上次强了不少 难怪有几分信心 原来是突破了一起 不过 光评刺还不够 太好了 看几分了 朱子 要kap到 漫出 你还在骦 Ti 还在这剑子里 让我来一次 找到的 还在这一步 没见到 发出 这持法 威力很是不凡啊 你 你的头发 萧嫣 你想不到吧 诚哥自曾败给你后 便闭关苦休 最终 虽然他秃了 但也变强了 闭嘴 萧嫣 我必定将你飞掉 现在见 是某种秘法 虽然曾败比天火三旋变差了许多 但似乎也不能消去 老快 救命 套连 挤 呜 吁 词曲 李宗盛 死吧 萧嫣 不好 老大 干得好成哥 萧嫣这下倒霉了 最好当场死掉 我 这就是那小家伙的一火 在这般年龄就把一火掌控得如此纯属 简直是不可思议 硝烟这家伙果然底牌不少 没想到青零地心火压缩成的铠甲 防御力如此强悍 不过对斗气的消耗也着实无略 硝烟 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只要逼出你的底牌 消耗你的斗气 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想进入前十 做梦吧 哈哈哈哈 走 我看这 我看这 凶 哼 本场比赛 消炎胜 本场比赛 消炎胜 这白城真是废物 你若遇见消炎 可别这般丢人 放心吧 菲儿 只要能够遇见 我定然会给你讨回公道 你可别小看消炎 否则的话 也会跟白城一样 消炎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斗气消耗过多而已 倒是没想到 白城居然会有血地巴裂 这种玄阶斗气 而且那提升实力的秘法 也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白城的家族 虽然在整个大陆 只能算是二流实力 但却比加玛帝国的三大家族 要强生不少 看来 我可能是这里 最势担力薄的吧 香炎哥哥可是无品练药士 就算是窦黄强者 也要笑脸相赢 谁敢说你势担力薄 下一场 十七号 柳青要上了 一起看看她的本事吧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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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者已到齐 比赛 开始 柳青学长 蓝银领将 白城 三三次 这刘七 果然是个强劲的对手 柳芹的两大绝技 第一是猎山枪 第二便是这大猎批关枣 这找法他锤炼了二十多年 可谓是炉火成青 必须结束了 不管你如何蹦他 在大哥面前也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连肉体力量都这么强横 果然是个劲敌啊 不过灵学长能将柳芹打败 想必实力也更强横吧 当年胜过他只是侥幸 你若是拿出所有手段 我想就算我与柳芹 想要胜你也不会容易 把白城想消耗我斗气的打算 可是要落空了 以我无品硬要师的能力 短时间内恢复状态 并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明日比赛 怕是比今日的更为凶险 毕竟今天能进击前二十五的 基本都比白城墙 尤其柳芹的大脸皮管场 恐怕我的霸气绷都有些比不上 管他呢 不管遇见谁 都必须全力以赴 前十的名额 我必须占一个 小姐 一个月时间已经到了 您还不离开吗 再等几天吧 等萧嫣哥哥顺利取得大赛前十 我便能安心离开了 可是小姐再不走的话 家族可能就会派人 昨天一共有二十五人进击 因此今天的比试 将会有一人轮空 无条件进入下一轮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这个名额将会给到紫颜 各位参赛者 对此可有意义 啥子才有意义啊 发不得这个白鸡 你可可不敢 就是 谁想我说第二个 既然大家没有意义 那么强榜大赛第二轮比试 正式开始 第一场 三号参赛者上场 是 赶紧打吧 早打完早结束 是 大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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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诡异的攻击方式 柳青有双绝 一爪一枪 而能够一直压他一仇的林修雅 更是有这两种毫不逊色的绝活 这等诡异的攻击 应该也是一门很强的精神斗技 看其斗技的运用方式 喂喂 你不想知道是什么绝技吗 爱说不说 无趣的骄傲 林修雅的绝活便是一缠一缸 缠名为缠射手 能将对手的攻击 压制到一个极小范围 逼得对手无从实斩 简直就是牛皮糖啊 那所谓的一缸呢 这我也不太清楚 林修雅的一缸 就像柳芹的枪 很少有人能令他施展出来 当年柳芹就是败在上面的 不过 他们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吧 我可是从几个长老嘴里听说 你一人单挑一个 拥有斗宗强者的宗派 最后居然还全身而退 我这次进入前十的话 会在内院当一年左右的长老 一年后 你若要回加玛帝国 叫上我呗 你别误会 我的梦想可是要游历整个大陆 到时一定叫你 林修雅获胜 林修雅 林修雅 太棒了 林修雅 林修雅 胡able 下一场比赛 七号 给我了 巷眼哥哥加油 不知道巷眼这次的对手 会是谁 是他 怎么会这么强 看来某人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 他的斗气属性 即使是强榜前十 碰上了也会头疼 萧嫣这次 得拿出点真本事才行了 幸运的家伙 一路走来竟然这般顺利 不错 你的好业 就让我来帮你终止吧 杨胜 你要是输给了那家伙 以后就别在我这边出现 看好吧飞儿 我会当着你的面 把你妖言打得跪地求饶 可以开始了吗 你狂妄 比赛开始 小炎的尺子虽然威力强横 但却受空间限制 并且妖神的等级远胜小炎 看来小炎小家伙 这次想要进击可不会太荣耀 战斗意识倒是不错 不过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等级的阿俊 天火三旋变 第一招 第一招 星莲 上去吧 小炎居然能跟摇胜战争平手吗 这速度内两战斗意识 丝毫不落于摇胜 连斗气也能持平 甚至人不可貌相 杨胜 你给我拿出点车赶出来 可不能输给这个废 可不能 得一个什么价 准那废物扮在摇胜手中 靠着我修复他 得赶快分出胜负 否则飞儿会不高兴 神与水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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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海银 神与三ич 内地 EA güç 这场是锁定 斗鸡华翼 太酸了 斗王 不对 是飞行斗鸡 没想到这小家伙 竟然有此等稀罕斗鸡 还好还好 差点还真以为 这小子已经进入斗王界别了呢 想当年 老夫拼死累活 修炼了好几十年 方才达到斗王的实力 若是这小家伙二十不到 就能达到这一步 那我们可真是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你们别忘了 硝烟还是一名无品炼药师 原来是飞行斗鸡啊 施展这种飞行斗鸡 要消耗不少斗气吧 我不信 你能一直在空中待着 别下来 的确挺麻烦的 不过只要是水 总会被蒸干吧 去 什么 失去黑水剑 调剩的速度 就要被硝烟压制住了 有事要麻烦了 接下来 看你还有何手段 你以为飞在空中 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烟灰寺 有毒 西湖 碎金天 八七 你以为 太巧了 太巧了 好样的 萧远 好样的 萧远 好样的 太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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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你跟柳芹都看中的人 厉害 本局比试 萧颜胜出 本局比试 萧颜胜出 好样的 萧颜 好样的 萧颜 还有这种罕见的飞行斗技 萧颜 恭喜恭喜 打败了姚胜 可以说进入前世也就稳了 运气好罢了 若不是刚好克制她的黑水界 想要胜她 也不容易 这一战 你可是错了柳芹那一派的锐气 以后怕是再也无人敢想瞧你了 对了 大会结束后 跟我们去一趟深山吧 毕竟那东西对你也大有弊 帝 帝兴脆体重 这事后面再说吧 到柳芹出场了 她这次的对手 可是强王排名第十一的强者 八星斗灵级别 此人的实力 在内院都算是佼佼者 可惜遇见了柳芹 比赛开始 认输吧 四兄 休想 你快去留情 太霸道了 大ご 哎 等她 你 他 他 他 嗯 八星斗铃 还是太弱了 本场比赛 有情获胜 不管你如何不敢 在我哥命区 也不过是楼翼罢了 强榜大赛都第二轮了 柳青还没动用他的猎山枪 光凭着肉体力量 便能轻松战胜八星斗铃 这道势力 果然恐怖 萧嫣 我也要去准备上场了 之前的提议 别忘了 柳青已是半只脚探入窦王界别了 比起寻常的窦铃来说 自然是强了太多 这灵修牙怕也是这般实力 这内院除了紫妍 怕是无人能压制他们了 那 妮子 你呢 萧嫣哥哥觉得呢 妮子 我知道你天赋强 这点从小便是 虽然很少见你真正出手 但我能感应的 你如今的实力 应该比我强上许多 可是在我身边时 你几乎完全收敛了自己的光芒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压抑自己 相反 我更喜欢你的耀眼 那样 我会有追赶的动力 萧嫣哥哥 想看薰儿耀眼的一面 嗯 那等比赛结束 给萧嫣哥哥看一个 最耀眼的薰儿 萧嫣哥哥 睡了吗 哦 还没 妮子 萧嫣哥哥 看什么呢 妮子 这么晚了 找我有事 给你 给你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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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萧嫣哥哥 别耍无赖 这是什么 一卷斗技 不过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 斗王级别才能开启的斗技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东西也太贵重了吧 从小到大 萧嫣哥哥就没收过薛儿的一件东西 好吧 我收下 记得哦 一定要等到进入斗王级别才能打开 不然 反而对萧嫣哥哥你不好 嗯 还有 驼舍古地狱的事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否则 会有很大的麻烦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还有大战呢 这妮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好像在交代这些事 不许是我多想了吧 老师 你能看出这卷轴是何物吗 不行 上面有特殊的印记 除非强行破开 否则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何斗鸡 不过 与你那小女友的身份背景 这绝非凡物 小姐 您将那东西给萧嫣少爷了 可那是组长大人好不容易猜 萧嫣哥哥比我更适合他 这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就算父亲也不行 是 小姐 萧嫣哥哥 薰儿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真正的强者之路 便需要看你自己了 希望日后再次见面时 你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强到让薰儿仰望的地步 我能成为真正的强者之路 我都能成为真正的强者之路 在哪里 从远处 今天我认为这些强者之路 大器之路 也不成为真正的强者之路 那很难不容易 妮子 能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是 我不开心 你 你这样子 做什么去了 我就去神山里逛了逛 好不容易找到一株看得上眼的灵样 结果竟然有一头斗黄级别的魔兽在那边守护着 斗黄级别的魔兽 我可不怕那头魔兽 当场就和他打了一架 不过最后打不过 就逃了回来 那家伙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他可是接着实施挨了我一拳 被我打得皮开肉战呢 不愧是玛丽王 这股恐怖的怪力 就算是斗黄魔兽挨了一拳 也吃不下 小雅 下次我们一起去 我来拖住那家伙 你千金去拿灵样 我可不想去送死 那可是斗黄级别的魔兽 不够意思 小雅兄弟 希望今日的对决 可别让我们碰上了 我可不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上你 真要是碰上了 我怕是要倒霉了 有我 照着你 谁给让你倒霉 原来是你啊 大伙儿可别让我在台上碰到你 不然就算你主动跳下场 我也会追着你揍一顿的 学姐 那院里还没有谁敢和您对抗呢 在你时下 小祖宗 你可别贴乱 我知道了 萧原怎么和这蛮绿王关系这么好 经过前两日的淘汰赛 这次的强榜大赛 还剩下十三位选手 按照以往大赛的推特 我们今日会随机抽取六人 进行三场攻试 落败的三人 持续进体的资格 而获胜的三人 则连同其他奇名选手 借鉴强盲牵区 这种规则 是不是不太合理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种 第一场比试 严昊 对战 前末 哎 点儿可真够悲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修炼风暑型斗气的 可别小瞧了这钱墨 他也是上界墙榜前十的高手 颜大哥 待会儿您轻一点 你那乌钢锤的力量不得了 我的小身板可挡不住啊 少废话 姐老子 让我看看 你那惊环剧比以前厉害了多少 第一场比试 开始 施展金环剧极其消耗斗气 以钱墨的实力 仅能施展出十次最强攻击 青环剧最能发挥威力的地方 应该是偷袭 这种正大光明的比赛 不适合钱墨 他撑不了剧场 再来 我等着你剩下的几环呢 严大哥 那我就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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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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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比试 延后获胜 接下来第二场 紫妍 紫妍 太好了 昨天被那头魔兽搞得我满多个活 这下要好好出出气 紫妍队 秦阵 运气大好啊 这小丫头可真是个恶名远洋啊 秦阵人呢 怎么还不上来 快点 我要忍不了了 秦阵说他闹肚子 今天请假没来 刚才说话的就是秦阵吧 不是他还能有谁 八星斗灵强者能闹肚子 也亏他想得出来 咳咳 既然秦阵闹肚子 那这一场的获胜者便是紫妍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接下来最后一场比试 第一位选手 柳琪 这可不比紫妍好对付多少啊 这大张老鼠真黑啊 柳琴队硝烟 太好了 太好了 可惜了 多好的一个小家伙 大长老这儿熟 小家伙 对不住了 小妍 这次你锁定了 这就是棒了 要不我去把柳琴打一顿 只要他不能出场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拜托 你们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有请参赛者上台 哥 很恨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嗯 小妍哥哥 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嗯 放心吧 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 既然战斗不可避免 我自会放回一搏 哼 不要说我轻视你 烈山枪只对够资格的对手使用 我希望待会儿 你能具备这个资格 很快你便会知道 我有没有资格 星连变 我早说了 这家伙在我哥手里 根本不看一眼 Ikki 他 起 今次比我的烈身枪还重 为什么我的斗器的削弱 不对 这尺子有古怪 把刺 放 当你劈滚爪 不错的精神斗技 不过刚蒙有余 耗尽不足 那可为啼 暗尽 怎么可能 居然把柳琴给逼退了 好样的 萧嫣 干得漂亮 果然不能抵抗你 不过想靠这边打败我 可还差了点 试探结束 可以认真战一场了吧 不能抵抗我 让你来 从来 走 走 杜 居然竟然惹我 虽然有些野蛮 但这才是男人的战斗方式 强谱第三果然厉害 可能得想想办法了 终于撑不住了吗 我倒要看看 你这盔甲能抵挡多久 快快快快 那家伙快不行了 萧嫣的战斗力确实非凡 不过与柳芹的战斗 恐怕还是要以失败高中了 这股能量波动血 可是 这是 现在想走 � бер 走 报 萧嫣 热得漂亮 老大 我早听说 萧嫣掌握了一门 威力极大的火莲斗技 但应该没有 这么大的破坏力吧 她现在已经晋升到斗铃 斗铃的威力自然也水涨船高了 柳琴呢 难道已经 太好了 老大没事 你很不错 有资格让我动用猎神枪了 这招 这招 我本来是留着对付林秀牙的 不过如今用在你身上 也不算是没了 萧嫣 如果有技巧我这招 强榜前三 灵晴双手奉上 没想到柳琴连裂箱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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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新人 居然能把内刃老牌强者逼到如此程度 强榜前十的名额 我萧嫣 要定了 这 这是什么斗鞋 看这等天地异响至少也是个地鞋 这小爷到底还有多少地牌 这两人的斗鞋 怎么会突然比先前强了十倍不止 罢了 倒是如果真无法控制 我再出手便是 这对手便是 其中 大面延远 掩翻 信浪 快看 快看 要是被这部能量波击到 我们这时候没有几个人都活下来 空间封锁 方竹 好险啊 希望大招落在这儿 不然我们都会没命 这两家伙也太无奈了 为了给强防前十 至于吗 萧颜哥哥 萧颜哥哥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已经用斗气封住他们的弓体 不会有事的 萧颜 哥 你怎么样 大哥 你想想 说句话呀 想不到 以柳晴的实力 竟然也会被萧颜搞得这么狼狈 这应该是内院强绑大赛 搞出动静最大的一次了吧 哥 大长老 两人都昏迷了 这场比试到底算谁赢 这局就以平局结束吧 他们两人并列进入前十 我宣布 强榜前十名的名次争夺赛 全部结束 因伤势员工 柳晴与萧颜并列第十名 可惜了 没能和柳晴萧颜战一场 实在是遗憾 按照历届规矩 强榜大赛结束后 人人都有向新进的 强榜强者挑战的机会 不知道谁愿意把握机会 上台试试 挑战什么呀 强榜上的都是怪物 难道却自讨苦吃 难道却自讨苦吃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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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学长 两位学长 抱歉了 消炎哥哥正在疗伤期间 不能出面见客 不碍事 不碍事 哦 这里面的灵药 疗伤效果极其不错 想必对消炎 想必须 想必须对消炎 想必对消炎兄弟有着一些作用 想必对消炎兄弟有着一些作用 熊儿学妹可不要拒绝啊 那熊儿便带消炎哥哥谢谢林学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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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什么事的话 我回去回去照看消炎哥哥了 我回去照看消炎哥哥了 我回去照看消炎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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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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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哥哥 你已经进入前十了 只不过是和柳琴并列的 随便吧 只要能进入天分林其他 管他几人并列地势 走 陪我出去透透气吧 感觉骨头都快生锈了 怎么感觉盘门多了许多生面骨 小元 你这家伙终于出来了 怎么样 痊愈了吗 就算痊愈也要被你打出内伤来 没亲没出 你 你怎么也带着我们盘门的回章 想不到吧 我也加入盘门了 你一个强榜前十的大家伙 竟然肯屈尊来我们盘门 来屈尊个屁呀 这盘门如今内院之中的声势 就算是狼牙与猎山都赶不上 不说那每天赖在这里的蛮力王 就算是你也是能够匹敌柳琴的强者 更何况还有勋爱 勋儿怎么了 你 你不知道 那时你昏迷了过去 那天你跟柳琴两败俱伤之后 勋儿便出手挑战了林修牙 并轻松获胜 你怎么 你把林修牙给击败了 你是不知道 林修牙连自己的绝招一缸都用了出来 结果在勋儿手里连十招都没撑过去 这何止是击败 简直就是秒杀 秒 秒杀 秒杀林修牙 妮子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已经达到窦王级别了 夏颜哥哥觉得呢 真是可惜啊 妮子你难得出手 我竟然错过了 想要再看到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说到窦王 夏颜哥哥 等你到了这个级别的时候 可一定要好好修炼勋儿给你的卷轴哦 那是自然 勋儿给的东西 我哪能不全心修炼呢 不过妮子 我怎么感觉 你最近有些奇怪啊 没有啊 我没有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啊 小元哥哥 你一定要快点变强 有大批的气息对着你这边飞来 这些气息极巧 好像目标就是你们两人 小元哥哥 你快躲进林子 千万别出来 怎么了 这些人 是冲着你来的 来不及结识了 小元哥哥 快押制住气息 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好 勋儿小姐 总算是找到您了 我是黑烟军的新晋副统领 灵权 奉足宗大人之命 江小姐 我说过我会自己回去的 你们又何必万里迢迢地赶来 足宗大人这样吩咐了 我们也只能领命 勋儿小姐 请 何人偷听 住手 萧 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位应该便是萧家曾经废误的萧炎少爷吧 我看过你的画像 你是谁 黑烟军副统领 灵权 不过说了也没用 以你或者说你们萧家 并没有接触这个层面的资格 闭嘴 萧家与我族有这盟约 岂容你出口侮辱 萧姐误闹 我倒是心直口快了些 不过此行前来 足宗大人吩咐过 若是遇见萧炎少爷的话 可以向之征寻一下 萧家的那部分钥匙所在 不知萧炎少爷能否告知 钥匙 什么钥匙 我在萧家这么多年 都未曾有那钥匙的消息 你这般容易便想弄到 岂非做梦 我只是随意一问而已 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是带小姐回去 其他的倒是庞之末节 我只是想想买这些 我先比如尽听 items dialect Yap 王 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定然也能 善怪 正要达到斗地 这大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灵犬妇童你还不走 我倒是不急 只是想叮嘱你一件事 凭你的成就 以及已是丧家之犬的萧家 根本配不上小姐 族宗大人倒是猜到了小姐也许对你有些情意 托付我转句话给你 忘了小姐 以前的那些事最好当作从未发生 小姐在我族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与她相配的人只能是大陆真正的强者 你还不配 配与不配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而且我猜 你应该是在嫉妒我吧 不要以为有小姐护着你便能嚣张 真要杀你 犹如碾死一只蚂蚁 凭你还真没这个本事 灵犬父亲 让你们进入内院寻人已经是最大的宽容 现在还想在我内院动我的学生 大长老哪里话 我只是在与硝烟少爷谈心而已 行了 别和我来这套 现在人已经找到 请立刻离开吧 看来你也并不死心 也行 等你日后真有了本事 尽管来我族寻小姐便是 到时候 本副统领会让你见识到真正的差距 小颜 别灰心 他们足与寻常人不同 修炼起来有些得天独厚 但真要论起修炼天赋 他比不上你的 他刚才若真动手 凭着再次重伤 我也会让他留下一点东西 我相信 一个能凭一己之力将云蓝踪扰的天翻地覆的人 有这个本事 好了 明天就该进天坟练七塔接受心火断体了 若你能够撑过去 便是为晋升窦王铺平了道路 只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你才能去那一族中寻找你的小女友啊 好 寻儿 等着我 我会去找你的 熊儿 小眼哥哥 熊儿 我会去找你的 小眼 你怎么才来 林烟大哥 好 小眼 强榜前十就差你和柳琴了 柳琴也来了 你很强 以前我确实小看你了 侥幸而已 战斗中不存在侥幸 从现在开始 我的对手多了你一个 以后有时间 我定会再找你比试 这么想比试 那跟我比比啊 倒啥乱啊你 喂 我的药丸都快吃完了 你赶紧给我补上 好好好 等星火炼体结束后 我回盘门给你炼制 这还差不多 人既然都到齐了 便集入炼器堂了 我记得上次来时 这里并未封印 都给我进来 真是讨厌来自塔里面了 你们一路跟紧我 不许单独行走 不许随意乱看 否则取消炼体资格 明白吗 距离最低处 越来越近 见过大长老 打开大门 打开大门 此处除了有守护的长老 还有封印 看来内院对异火的防卫 喊是掩命 致靠感更加努力了 看来这里离落星炎的本体不远了 接下来你们便要在这里接受新火炼体 大长老 这是什么 这便是本源心炎 每年都要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 才有可能获得这几团 这东西对窦王以上的人 没太大用处 可对窦王之下 却能为其铺平 晋升窦王的道路 窦王界别 便是大陆强者的分水岭 想要晋升至窦王有多困难 你们这些窦灵巅峰 最是清楚 若没有足够的机缘 一辈子停在窦灵 也绝非不可能 即使你们之中的多数人 都曾经历过新火断体 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本源心炎断体极为痛苦 稍有不慎不解会失败 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大长老 这本源心炎断体 往年的成功率是多少 估计者大概一半人会失败 不敢接受断体者提出来便是 这不丢人 薛院的本源心炎 薛院的本源心炎 可是极为珍贵的 轻易不能浪费 我们愿意接受本源代替 既然都没意见 那就正式开始 接下来闭目尘神 不要分心 万一出现问题 我们会出手的 不知道今年 会有几人能扛下来 这心炎断体绝非上面 几层修炼时的心炎可比 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陨落心炎最近可有异动 大长老放心 上次可是召集了所有的内院长老 好时五天才将陨落心炎 冲击时损坏的封印尽数补全 自此以后 陨落心炎出奇地平静下来 就连一点波动都未曾出现 多年来 陨落心炎一直在冲击封印 现在却十分平静 就算第一层封印不幸被破 这天坟炼气塔表层处 还有当初院长大人 亲自设置的封印 陨落心炎想要冲破 绝无可能 事返必出妖 这等历经岁月凝聚的一火 是天地间最具毁灭性的力量 一旦被它突破封印 整座学院都会在请客间毁灭 这种代价 我们迦南学院可付不起 多派些人手巡查 亦有任何动静立刻发出信号 我已通知了万院 届时自会有人迅速赶来 是 你们仔细看顾好这群小家伙 我要亲自下去看一眼 是 我 你 小燕要堅持下去 你先退下休息吧 心言断体失败乃是常识 不必纠结于心 这几人 即闯过了危险期 后面便无大碍了 这次成功的人 可比上一届多 他们四人 抗衡不了心言热浪 我先将他们带出他 你看顾好剩下的七人 云落心眼 竟然变强了这么多 这畜生正在冲击封印 全体学员离开 所有长老 立刻赶往天坟殿祭堂 阿卫长老 这是出了何事 莫问 你们速速离去 不得逗留 我们快走 小燕 赶紧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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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其他的长老 很快就会赶到 绝不能让这畜生 破了封印 这会真是讨厌 你跟上 给我回去 赶紧离开 这道封印 这道封印破了 立刻出他 便手炼击他最后一道防线 塔中的能量如此暴躁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快走 这是什么动机啊 这是什么动机啊 药黄 药黄 班老 元门主 你们来了 请上座 不知药黄请老夫和元凶过来 可是有药事伤医 人还未到齐 两位先喝口茶水吧 好 药黄 有劳范宗主 请入座吧 今日药黄 有何药事商讨 韩某今日仓促邀请诸位 师叔有事相求 药黄使不得 您这是 诸位也知道 韩某身为炼药师 异火与我是难以割舍的渴求 早在多年前 我便怀疑在迦南学院的内院中 藏有异火 今日 我再次感知到 学院内有异火气息波动 内院 其他人还好说 但内院院长 可是整个黑角域 都没人敢惹的存在 这位了不起的盲院长 外出游历多年 已经很久不曾回来了 这些年 嘉南学院颇有实力的强者 仅仅只有内院大长老 窦宗苏谦 以及外院副院长 窦黄虎谦 其他人的不过是窦王而已 若诸位能助我夺得迦南学院内的异火 我愿以耀皇之名 给你们每个人两个承诺 耀皇的承诺 这价值不可比拟 既如此我雪宗第一个大应 八扇门听从耀皇调遣 我帝爷们也应下 不过 嘉南学院的内院 一直被阵法所隐藏 恐怕无法找到真正位置 韩某自有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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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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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难道要直接抓捕他 直接抓捕 换作全盛时期尚可一世 现在还是安静等待内院的举动吧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赶紧出他 是 看来 这天赋连击他 也困不住永龙心炎了 接下来就看长老们的了 希望能够给你们留下机会 哇 我 那 痛 啊 可惡 这是什么魔兽 竟然如此恐怖 这可不是什么魔兽 我的本体是魔兽 确定能感觉到 那火猛没有任何魔兽的气息 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少妍娜 她刚刚不是还在你旁边吗 别找了 她在那里 这家伙 大长老不是让我们赶紧离开吗 哎呀那家伙若不是傻瓜 放心吧 一有问题 她会跑得比兔子还快的 老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先躲开吧 你还没有能和火猛正面相抗的能力 不过你放心 有苏切和那些内院长老在 他没那么容易逃脱的 啊 诸位长老 送来天坟炼击塔 怎么 怎么回事 天坟炼击塔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这动静看起来不小 长老居然全部出动了 大家快离开那院 快 快走 快走 别看了 后面的人跟上 快点 今天和小妍她们在练气塔最底层练体的日子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小妍不是个会轻易射险的人 要不我们去练气塔看看 或许能帮上忙 好 去看看什么情况 中长老听令 结千层风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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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人 这是真的要打起来了吗 小心一点 这爬起来的动静可不行 诸位 小心他的反击 回发了信号 外院副院长 以及众位长老赶来之后 定能将他再度封印 是 给我退 不好 淦 内院一火爆发了 攻克药王 收获至宝 烦请诸位加快速度 我已迫不及待地 想和他见面了 快 快走 练习塔要倒了 现在看来真是天助我也 你们是谁 嘉南学院的执法队 要慌 这些人就交给我的手下吧 走 走 走 千万不能让火莽突破 怎成各嘉南学院将火玉一旦 内院长老迈似乎坚持不住了 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出手 不急 东面有着大批气息赶过来 想必应该是外人的强者 多谢了 多谢了 也不知长老板是否撑得住 苏千大长老在 他可是斗宗强者 一定能将这东西封印住 封印住 苏千大长老 希望我们没有来迟 来了就好 看来今天 并不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了 老师 他怎么停下来了 火莽已经发现这无尾的攻击没有效果 不过苏千他们却不能停 这样下去 只会是此消灭仪仗的决定 苏长老 这样和他对峙下去 对我们可不太妙 只撑着能量王太消耗斗气了 若是他一直不动 我们并不可能一直维持着 如今火莽正处于疲惫状态 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再发动过于强莽的攻击 我们不妨趁这段时间 准备下一步的封印 嗯 那就由我们外院的人负责维持能量王 你带领内院众人负责封印 如何 嗯 内院长老听令 按照封印阵势站位 准备启动封印大阵 准备启动封印大阵 准备动封印大阵 准备用准备动封印大阵 诸位小心 别让这畜生撞破了能量王 是 这畜生果然恐怖 苏长老 再快一些 这畜生想要殊死一魔了 虎长老 给我回去吧 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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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畝 疯 疯 一到夕 疯 疯 我是 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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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别着急 陨落心眼可不是那么好封印的 而且 好像有别的势力 正朝这边干来 何人敢擅长我内院重地 没想到内院 竟然还隐藏着这等异伙 苏谦大长老 你倒是瞒得紧的 寒风 没想到内院竟然还隐藏着这等异伙 大长老 您倒是瞒得紧的 是黑角玉的人 黑角玉的这些家伙 果然是见不得心的吗 连内院的事也敢来插一脚 老夫倒是谁 原来是黑角玉的药皇寒风 寒风 药皇的名讳 不过是黑角玉的朋友们随便叫的 当不得真 寒风 你们不请自来 是想干什么 一伙乃是天地奇物 却被你们封印在此 未免也太过残忍了 寒某身为炼药师 火焰是我们心中的信仰 恳请迦南学院 释放一伙 叫我 真是滑稽的借口 当我迦南学院的人 是三岁小孩不成 想抢一伙就明说 拐弯墨角可不符合你的身份 连血宗 八扇门 这些势力的窦皇首领 都能请出来 这号召力 黑角玉中 唯有药皇你一人了吧 苏大长老 这是心之口快之人 那韩某也不绕圈子 你也知道 义伙对我们炼药师 是何等重要 只要将义伙交于我 不管什么条件 我定当尽力办到 你寒风是何为人 我还不清楚 若这提议是你老师 要尊者所说 我倒真要考虑考虑 不过你嘛 我迦南学院能够屹立 在斗气大陆这么多年 凭的可不是名气而已 那就别怪韩某出手硬抢了 一伙 这家伙竟然也有一伙 老师 我没事 不用担心 只是没想到 可这骑士密族的盼头 竟然还能有这种机遇 老师 放心吧 心里门户的事情 交给我来做 你有这份心便行了 现在的你 还不是他的对手 暂时先不要与他有冲突 韩风 你现在带人离开 今日这事 我可以当作未曾发生 否则日后院长回来 你们在场之人 怕是一个也逃不掉 你们院长这么多年未曾现身 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只要我得到一火 就算是他 又能奈我何 狂妄 好多年没有动手了 今天老夫就来掂量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说这话的资格 冥顽不灵 道宗的确强横 不过也并非真正无敌 我黑角律中 依然有人能与你匹敌 金银先生 请现身吧 韩风 你可知道请我们出手的代价 希望我们要的东西 能拿得出来 你们也要插手这事 大长老 见谅了 受人之托 各吃所需 这也没办法 苏老头 我劝你还是痛快点 把一火交给韩风 不然 我倒要看看 传闻联手可越阶对抗斗宗的金银二老 究竟有何了不得之处 众长老听令 保护一火 是保护一火 苏老头 苏老头 还是来和我们玩玩吧 我索性就先解决你二人 有 女人 在音乐 你 难道 是 不 小 伤心 会 如此 他 在音乐 是 接下来就麻烦诸位将他们挡住了 我先下去将那封印破掉 事成之后 韩某定有重现 拦住他 你们的对手可是我们 小心 区区两个斗王 你们是不是太过藐视我这个斗王了 华国军下掌 谢了火老头 看样子很重视本宗吧 特意找了个玩火的 你俩拖住他 我去阻止韩风 想跑 范老 你的对手是我们 韩风 不要妄想打一伙的主意 赢你一人 那是阻挡不了我 那就试试 请 老师 我记得寻常理药师 顶多只能拥有一种火焰吧 这韩风既然有了一种异火 不然我还要再来抢他吗 因为 他也修习了分剧 不过他所修习的分剧 仅仅只是残缺 残缺 当年他还是我弟子时 沉默不被偷合分剧 不过在修炼时刻我发觉 仓促间 他也只能得到一小步的分剧攻击路线 他在炼药树上的天赋不必异弱 经过这么多年的魔索 怕是找到一些办法 忽然不会对第二种异火有兴趣 不管他有多强 我一定要伤了他 给老师报仇 该结束了 停不断 绝不能直接对抗他的异火 停不断 真以为老夫不敢下杀手 苏老头 别人见你是斗宗 我们兄弟俩可不怕你 合体技能 假的总归是假的 合体技能 金银九天树 苏老头 消死吧 这金银二老 好强悍 他俩本是双猫胎 合体后实力能拿到斗宗界别 不过想要就此困住苏亲 还是差的 老师 现在该怎么办 只能等了 这种双方混战中 也不可能单独去破解封印 那样的话 会成为众师之地的 苏亲要破阵了 不好 不好 小子 那你可让本宗好找 还我而宁来 糟了 没发现了 老家伙 下手可真够狠胎 你可真够狠胎 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三千雷动 果然是你 好 很好 等本宗紧住你 不会让你死得太过轻松 不然 怎么对得起本宗死去的儿子 那就试试 小小斗铃 还想翻天覆成 看你还怎么逃 不好 必须紧快冲出去 就算拥有异弱 但要发挥体力 必须看看你自身的实力 小子 去死 去死吧 老家伙 狗黄强权与斗铃战斗 冰面不害怕 不愧是蛮力王 老头 江源要是有事 我一定要你好看 你找死 内云大乱 并非你一人之事 柳琴说的是 你先解决你的麻烦吧 我们来拖住他 说实在的 你这家伙可真是无所畏惧 如果不是你 恐怕我也不敢在这种场合插手 看来 必须倾尽全力了 诸位 摆脱了 把他拖住三分钟 把他拖在那里 看来 已经反而消失了 看来 我把他拖累了 额多 一分 完全没想到 多数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就凭你们也敢来阻止本宗 老头 你废话可真多 几个小辈也敢如此猖狂 老师 施火焰角 哪里来的怪物 这等怪力就连专修肉身的窦王也不具备 加速 施血夹 看我打破你的乌龟壳 这便是强榜第一真正的实力吧 血魔手 紫妍 乖乖下地狱了 天立山 哥 你太厉害了 真狠不得能飞上去 和他们并肩作战 没想到 甲南学院的血缘 竟然强到了这一番体 清烟剑高 你太厉害了 一群杂鱼 就一并解决吧 一群杂鱼 一群杂鱼 你们退开 一个直动的蛮礼的窦王 别在这里丢人献眼了 你去献眼我吧 对一个小女孩下这般毒手 你跟老东西还要不要演 我就说嘛 能把云兰宗逼成那副模样 怎么可能没有真正的地盘 你最好祈祷院长短时间不会回来 不然的话 一伙这等天地起保 本就是有缘者得知 你们将其封印 这不符合规矩 拿给你们炼药师炼化 便是合乎规矩 奇怪 为何他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 看来金鱼二老联手也不是苏谦的对手 若本虽先封出神来 那就麻烦了 必须速战速决 想从甲南学院手中夺取一伙 吃人做梦 这里面有疗伤药 你们尽快服用 谢了 谢了 喂小爷 你怎么一下子就困历了两个界边 成了豆黄 是吃了什么厉害的丹药呢 哪有这么强的丹药 你们先退开 我来对付他 好吧 如果那老家伙太可恶了 你可得帮我转回厂子 狠狠地做他一顿 没问题 我们走 伤得中不中 你们没事吧 内园墙榜第一 应该是这家伙才对 没想到 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这灯底牌 难怪灵儿会栽在你手里 对付范灵还用不着这般 你身为黑角玉之人 应当懂得生命在那里 是何等廉价 别说没了一个血宗少处 就算是没了你这个老东西 怕也没人会惦记 我血宗功法偏向阴汉 最继火属性斗器以及火焰 先前实力差距过大倒也不足为惧 可现在绝不能与他硬拼 又直去 青色火焰 虚幻连状 这定是异火棒排名第十九的星连地星火 我若能把这里的两种异火搞到手 实力定能大涨 到时候就算是迦南学院的那个老东西 也那样 这血海就烧了吧 这个混蛋 若真属于这小子 本宗在黑角玉还有何名望可言 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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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将本宗逼到使用血变 能将本宗逼到使用血变 既然你这么等不及去见你儿子 那我便送你一程 小毛孩 今日本宗不将你碎尸万段 胡卧骨抽筋的话 你就自管当场 那 你还是陪你儿子吧 老家伙 这老东西的速度 你先前快上了不少 这不是新鲜的 门宗要在你身上扎蜀 多数个血毒 行在的你 可没那自够 你还是陪你儿子 你尝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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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 咦 调 咦 这攻击虽强 却很难记伤斗皇强者 这招难道是 犯牢这家伙 竟然被这年轻人逼到使用地界斗技 这恐怕是斗皇强者 轻力而为的权力一击 就算有老师力量的支持 也绝不可小觑 小老妃 一切都结束了 那却不是 一分 现在不吃 小仙 小仙 快点 这小子 这小子还好没把天坟练其他给炸了 如此年轻的斗皇强者 想跑 想跑 没有那么大仙子 你小子 走路更快了 你很欲 这是 英词 人 军 谁 齐 云 发起风 小炎又剩了 小炎不能留他性命 免得后患无穷 老东西 会飞烟灭吧 好快的速投 不过是以血液自残为代价的逃跑秘术吧 小兄弟 这其实是个误会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又是自残吗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鲜血可供你使用 不好 那畜生要撞破封印了 不好 那畜生要冲破封印 这 这就是宁愿的一火 天哪 竟然都净化成将近实体了 没想到竟然已经凝聚出了灵质 众长老听令 准备结阵 结阵 都准备结阵 那畜生要冲破封印了 那畜生要冲破封印了 顾不详 正是我们动手击溃他们的大好时机呀 班老莫急 经过先前的大战 这些长老们消耗不小 反观这一伙 却是在养精俱锐 想要再将这一伙封印 可没那么容易 大可等他们两败俱伤后 我们再出手抢夺一伙 我所谋的只是一伙 并不想与迦南学院 结下生死之仇 迦南学院的长老们 甚是可恶 如今你有大伤学院的机会 放弃了着实可惜 迦南学院抵运不菲 若真造成长老们死伤大半 恐怕学院里隐世的强者 绝不会善罢甘休 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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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轻举妄动 那家伙身边有着不少强者 就算将我介于你的力量 施展至极限 也逃不了好 虽然他修炼的只是残卷焚绝 可焚绝吞食一火后的强横 绝不可消去 除非你达到窦王解密 不然 尽量不要与他正面成装 老师 我知道 现在不能冲动 你正常速度 你正常速度间接斗王 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而云露心眼 则是能让我尽快进入斗王的关键 无论如何 我都要将他弄到手 坚持住 一定要把这个畜生 彻底封印 若是我能成功将这一火炼化吞噬 定能突破斗王与斗宗之间的那层障壁 尽量 我们是 fet少论的 我能否为这发突破 沙子 可是 他们 能不能够 小虾 用创造 着 上 啊 啊 啊 这畜生竟然将主意打到抓捕他的人身上 火油新生 翠气炼蛊 竟然会是一火榜牌第十次的陨落心炎 他可是俗称修炼作弊器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好东西 没想到 连大长老率领这么多长老 也无法将他封印 这一火眼中的贪婪 难道他还想把我也给吞噬了不成 这陨落心炎已经具备了灵质 他自是知道吞噬了你和寒风体内的一火 将会极大增长他的力量 没想到还会从猎人变成猎物 老师 那现在怎么办 先离他远一点 这东西能量极强 就算你我联手 怕是也抵挡不了 大家不要慌 我们人多 这畜生不敢硬碰硬 要慌 我一生中生 怕是帮不上蒙了 告辞 这混蛋 日后别想求我给你炼制弹药 老王 那畜生的能量太强 这样僵持下去 我们这些人可承受不住了 若是今日能助我收复这一火 诸位来时提的丹药条件 我双倍给予 有你要黄这句话 我们和这畜生听了 对 和这畜生听了 要皇放心 我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听我指挥 大家一起攻击他 只要将他的能量耗尽 剩下的便交给我 攻击 苏长郎 现在怎么办 静观其变 令若新衍的命标似乎是寒风 那便让他们争斗一番 大家抓紧时间恢复斗气 这场大战还没结束 陨落心眼 绝不能落入寒风手中 打罢打罢 鱼翁得利 可是我最喜欢的了 所有人需命 攻击 攻击 想必这一伙已被重伤 拦住他 拦住他 快闪开 赶紧死 那家伙也有异火 这畜生为何偏偏先寻上我 金鱼二楼 潘风 这一伙太强 我们怕是帮不上忙 接下来 得靠你自己想办法了 一群贪生怕死的家伙 该死 必须施展手段 打压住这畜生的戏 这寒物竟然能压制一伙 冰蓝色寒物 应该是天寒气 天寒气 这种东西的罕见程度 并不比翼火小 只存在于极寒之地深处 仅有异火 方王地狱 但异火的威力 也会大大折扣 那羽毛心炎 会不会被寒风得手了 放心吧 异火始终是天地间 最具毁灭性的力量 想要将之收服 极其困难 哼 畜生就是畜生 不管你是否具备灵智 依然逃不了 被捕获的命运 这畜生跑哪有去吧 和危惧 啊 呀 和危惧 啊 不 啊 啊 啊 垃圾 小野 快走 那畜生盯着你了 小心点 小心点 点灵性火焰包围了 陈洛新年能够随意将自己变化成火焰中的一措 然后再靠近一时 再动用几种本体进行忘记 成年能够随意将其进行忘记 二人 这畜生的能量用之不减 迟早会被他拖死 这门攻击若是落在内缘中 恐怕所有建筑物都会在顷刻间攻击 该死他 得想办法中创他 静下心来 你眼睁所见的 这是陨落喜年的外星体 真正的本源陨落喜源 定是躲藏在这具庞大神区的谋一处 只要将之找出并击中 就能重创陨落喜源 找到了 准备救援 愚蠢的小子 找死罢了 死罢了 死罢了 没有 有 人 完美的一次袭击 他该现行了 现行后的陨落心眼 会于一段时间衰落起 这段时间 便是你夺取的最佳两极 此番行动困难不小 若是实在不行 便将从我这里借助的力量 施展到极限 虽然有可能会暴露我的存在 但陨落心眼必须拿到 放心吧 老师 您帝护弟子这么多年 以后也该换弟子来了 小家伙 准备夺取一伙吧 这就是陨落心眼的真正本体 小岩 动手 韩住韩风 陪脚与诸位朋友 祝我一位 试成后 韩风更会重视 嘿嘿 你吃饭多取义我便是 其他的 交给我们 快死了 初大长老 不过就是谈火吧 用得着这么拼命吗 看来这些年 嘉南学院对黑脚玉太过和尚了 现在竟敢起到我们头上来 要再次震慑黑脚玉 就从你们开始吧 月落心眼是我的了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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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火入体 哼 哼 哼 这位小兄弟 想必你也是炼药师吧 既然小兄弟也是炼药师 定是知晓 一人体内只能存在一种异火 若是再容纳第二种异火 互相排斥 可是有着暴体危险 若你肯卖我一个人情 我愿用六品丹药药方 与你交换 既然如此 药皇何不将这机会让给我 那我便将你的一伙也收下了 谁收谁的 那可不一定 狂狂的小子 我在大陆文明时 你还不知道在哪喝奶呢 我能再被这小子拖住了 得去速战速决 小心 这是一火灵星 威力极其可怕 哼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青年地心火厉害 还是我的海星焰 更好一筹 你 我 我 我 你 乱 也 您行吗 可不只有你一人会 发现了吗 你 你 你修夕的功法是什么 哼 自己还不清楚吗 自然是 完整完整 坟绝 完 整的坟绝 你 你 你从哪里得到这功法的 是 你 他迟早会发现的 既然如此 就给他一个惊喜吧 你 你 你没死 怎么可能 托你的福 让我遇见了老师 不然的话 我这修炼之路 怕是会少了许多精彩 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师 把你卷这部功法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传给我 只要能变得更强 一切都值得 那我死 不管你究竟是死是活 今天 我都会让你们两个彻底的闭上嘴 就怕你没那本事 是 原来你能如此之强 是借用了那老不死的灵魂力量 他居然把坟绝捡来你这么个毛头小子 难道他以为你比我更好 他 当年他若是将坟绝传给我 我定然会对他女性有加 为了老不死的眼神不好 我的天父 他还不了解吗 古灵冷火 竟然把这都给了你 凭什么 实施的叛徒 也配说这话 老不死的 我知道你在他体内 今日 我定会让你再无任何逃生的机会 小师弟 师兄会让你和老师 一起勇来此地 这股力量 师兄 新人便让师弟我 来心里安护吧 保护器倒是不行 这么多年 我寒风什么场面没见过 小子 和那老不死的 一起受死吧 白燕妻 朱勇章老 立刻闪开 这才是小炎的真正实力吧 真是可怕呀 三叉戟的能量越来越弱了 那火莲释放出来的庞大能量 想必也到了极限吧 哼 这就想抵御佛怒火莲 那也太容易了吧 什么 我拥有了 我拥有法 就想抵托了 我拥有安全 就可以抵托了 一个抵托了 还有一个抵托了 我拥有性格 会被打了 你抵托了 放肚子 来 再再 stab 托了 我拥有 砖 要抵托了 这家伙竟然打败了韩风 还有一口气 看来一伙护体让药黄在爆炸中活了下来 就这么死了的话 答应我们的丹药可就没人兑现了 药黄重伤昏迷 夺翼火已经不可能了 找机会撤 小爷 你没事吧 还 还撑得住 只是可惜 韩风还活着 不 永世年 不好 狂暴的一伙能量 必须拦住它 这一伙够邪门的 苏长老 这东西还是留给你们解决吧 希望之后不会听到嘉南学院覆灭的消息 我们走 所有学员速速离开医院 竟深深厚毕 是 小颜还在呢 小颜刚才实战佛怒火炼几乎消耗你所有的斗气 这陨落心炎趁机吸收了爆炸能量 十一大增 现在的你已经不可能将它收复 还是尽快离开了 可是 错过这次机会 想要再 小颜 快离开这里 所有长老 接八方护龙阵 彻底封印陨落心眼 每个音乐 人 少颜 法飞 准备 三 一 半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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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二 三 三 啊 中长老 助我以并之力 只能等下次结会了 看来其后有点心 等心灰确实不小 可要小心了 快 加住基因 准准的助手捉出去 谁也拦不住 少爷 赶紧离开这儿 重住啊 方针还没解成 如果这时我冲出阵法 云游信念必然会脱空而出 解释恐怕又是一场豪劫 小心后面 就快结束了 就快结束了 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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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猎人成了猎物 只是被他杀了的汉子 猎人成了猎物 猎人成了猎物 今日批了这条劳命 老夫也要将你永世奉命 因此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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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日起 封锁天坟连击塔最后一层 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包括我 他是嘉南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学生 空前绝后 记住那个名字吧 一个年轻固执的小家伙 小颜